立法院新惠奇即将开议 蓝绿两大党开议工坊已经进入备战状态 而立法院民进党团大会和新政立法政策协调会 12号晚间将敲定蔡英文政府20多项的优先法案 但根据民进党上惠奇提出的优先法案当中 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 以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还未审查完毕 而长照法也在等待政院版出炉 总统府也对外表示 新惠奇有许多优先法案 其中住宅法、朝照法都将是民生法案中最优先的项目 至于新政府对原住民族自治法 以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推动的态度如何 立法委员陈寅说出最新的进展 土海法最早的时候 原民会有公布一个时程 大概是九月十月时候 但是因为为了要配合这个 总统府的这个转型正义的 这个推动的委员会的部分 还有就是我们每个族群要推一个委员 这个时程 所以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那但是会把这个法案提到立法院的时间 会稍微延后到年底左右 这是我得到的消息 立委陈寅提到土海法恐怕将延到年底 才有可能再送进立法院审查 立委真天才表达无法接受拖延 面对立委真天才的说法 原民会澄清并没有延迟的问题 一开始规划就是第二会期要送进立法院 但还没有确切的时间 但立委真天才呼吁 原民会应该尽快将原住民族土海法 政院版草案送进立法院 避免审查时间被压缩 记者亚莫碧亚立法院采访报道